台鐵有輛7142次貨物列車 在上午在城宮站調查的時候 擠壞轉車器 而彰化機物段派出搶修車來救援 結果也造成包括新屋 新屋日站到彰化站間 南下北上列車都有延誤的情形 台鐵表示意外發生原因 可能是列車員操作不當 但還需要等運安會來調查釐清 台鐵7142次貨物列車停在軌道上 台鐵趕緊派人員來搶修 但列車卡在平交道動彈不得 造成車輛無法通行 嚴重影響附近交通 民眾一等就是好幾個小時 希望台鐵可以盡快移除列車 不過也有火車迷目名而來 趕緊跑來拍照 而根據了解 這台7142次貨物列車 在成功站吊車時不慎擠壞轉車器 彰化機物段派出搶修車救援 9點35分吊車的時候 因機車的一個操作不慎 擠壞到我們成功站的一個19號轉車器 擠差也沒有完全害 但是因為這個是有牽扯在正線上的 二股道 所以目前我們這個車子就是停在那邊 等候這個運安處 應該會來調查 台鐵表示意外發生原因可能是列車員操作不當 但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不過列車影響第二股道行車 成功站上下行列車以345股行車 造成南下北上列車都有延遲情形 但事故原因還需帶運安處調查 記者張一智林家園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